来 两位坐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 我叫毛小莲 今年29岁 身高80厘米 大家好 我来自四川成都的 我叫何顺林 一米三四 这个是我老婆 她两个挺有夫妻相的 来 再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两把凳 一看了你们的故事之后 我就记住了一个成语叫三分三合 对 那我们就说说呗 我们先说说身体情况好吧 你们两个情况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因为我是猪女症 猪女症 对 就是吃娃娃 吃娃娃 你呢 我是后天醒的吧 几个月的时候好像是摔了一跤 也不知道怎么摔的 当时那个时候父母都比较浓忙 就没有时间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跟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手向面向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我哥哥买了他电脑 然后就和他一起学 就会来打字 然后就自己见了一个抠抠 然后五一之间他就加了我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聊的聊的 聊了一年多吧 然后就说见面 见面的时候就在一个公园里面 本来想着 可能刚刚看了个那个照片 还觉得还行 你们没有视频过 有啊 视频一般就是看脸 蛋白身 他脸怎么样 这位老兄 帅吗 一般 一般 没看上 那你呢 你第一次视频看他看上了吗 没有 应该说对我的印象还是挺乖的 怎么说那个时候 也没什么想找老婆和女朋友吧 因为那个时候 就我们家里面嘛 我是老大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经济状况也不好 因为我们父亲发现 他就是 时到来 来正晚期了 然后把所有的钱 都拿去依了我爸爸 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活过来 还是给我们去了 那个时候就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耍朋友啊 就生活的艰难 让自己不敢想 不敢想 还会有一个伴侣 对啊 你不觉得你老婆 有点包猪婆的感觉 就脸上有颗雾子 他们都说是没婆子 对对对 没婆子 就第一次见面 彼此之间都没太大的感觉 他两个时候在成都 帮他 跟他父亲一起在 卖菜 卖菜 当时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 哎呀怎么说了 他坐的那个 儿童玩具车 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电动的 电动的 我女儿也有一辆 带遥控的吧 不带遥控的 不带遥控的 但是带电的 他坐的这么高 第一感觉的印象啊 不理想 太小了 多可爱啊 你也很小啊 是可爱啊 但是因为他坐的 他说坐轮椅的话 我看到还可以 他坐的个小车子 只有那么高 你为什么选择开辆车 我爸爸他在成都卖菜 我就给他说 我就说 我需要自由 我想出去 他找了好几个月 在某一个超市里面 找到有那种 儿童玩具车 就是可以 方便我走 那么几十公里 那车要是没电了 你咋办 我会记得时间的 然后每次开的那个车 就可以去附近 站一站那些 就是第一次 本来开辆车去 还挺拉风的 对 结果呢 他嫌你小 他说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 没抱希望 他叫我给他买礼物 你们猜我买了什么 买啥 地摊上 一块钱的香料 一块钱都买啥香料 你就不想把 那个太多的钱 那你就别买呗 还是有一点心意吧 你好歹买个两块钱的呗 一块钱只说有个心意嘛 他不知道我是多钱的 我只是穿在包里面 你们拿出来 来送你一个礼物 他带了没有 没带 你当时觉得他特口吧 对 因为这人不靠谱 老娘开着玩具车走了 那第二次呢 怎么又联系上了 后来 后来还是我找他了吧 都怎么说 那个时候 只有coco coco上很难碰到的 你搜索对方才行啊 对啊 我以前我们搜索网民都是搜索什么呀 伤心的伤感的 哇塞 他以前的名字叫心命相连嘛 心命相连 对 但是我给我的感觉都是好像他 我们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都是残疾人嘛 所以当时他教我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残疾人 我也不知道 你要找那种很感伤的女人呗 对 你要去做他的心理良药呗 对 趁虚而入呗 那你们第二次你第一次没看上怎么第二次又联系上了 第二次还是无聊 都上班族嘛都是三点一下 起床上班睡觉 都没有多余的消遣时间 只有上网 他那coco就没算过 偶尔打个打一两个字过去 在吗 过得好吗 他有时候发两个发两个信息过来 在 还可以吧 我说你现在在哪呀 他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卖餐 那我说每天休息 我过来看你可以吧 他说可以吧 那你们俩好无聊啊 不是没看上又看上了吗 但是 他说的嘛 朋友嘛 三顾茅庐啊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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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第二次去就买了15块钱的水果 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下决本呢 第二次到别人家里面去 如果打个打个空手去就不像样了 15块钱都买啥呢 15块钱买了一个西瓜 他是买的那种盒装的那种一花一花的 然后买了几个盒装的那个 就是他都是现在卖的那个小块的 就是那种10块钱15块钱一份的那种 他来的时候我甩都不甩他 就是我就卖我的菜 他招呼都没招呼 他就一个人坐在那里 坐了下午 我表妹在那里 我表妹我理他了 让他坐 他就坐在那里 那第二次又不开心了 第二次 当时我去的时候 看到他卖菜 他声音挺大的 什么 我都合不出来了 你喊一个我今天 来来来来 菜摊 什么处理了 来来来 放官一块了一块了一块了 所以你对他的印象好了一点了吗 感觉挺会过日子 虽然走不了 但是手脚比较麻利 他的声音来的时候 又阿峰来的时候 都是太薄大爷些 他就这个买一点 那个买一点 都叫你给他撑 他就他都忙得过来 把你看傻了吧 我撑也撑不了了 撑不了 你都不会看撑 对了 可能不会看 对吧 不会看 所以你就喜欢上他了 我的适合 我一样 我一样 你